所以通常如果是比較晚期的 晚期的就是說屬於這個區塊的右邊 各位的右手邊 比如說這個腫瘤很大 沒辦法手術 或者是雖然沒有很大 吃到大血管 手術有相當的不可能性 就沒辦法手術 但是它的肝功能 屬於比較好的病人 剛剛講說A級跟B級也是相對比較好 這些病人通常沒辦法手術 還是可以做所謂的血管酸塞 血管酸塞 血管酸塞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肝宅基本上是一個血管供應很豐富的腫瘤 你看這肝臟的腫瘤旁邊有一堆的血管 這個腫瘤基本上是靠血管供應它營養 供應它養分 讓它能夠茁壯 讓它能夠有一些所謂的新陳代謝 所以很早以前 我們醫界的前輩就發現到一個原理 我們從這個古豆脈 有點像我們在做那個新導管一樣 從這個古豆脈裡面這樣穿 穿一個這個導管 這個導管一直穿穿到肝臟這個動脈 這個動脈當中 我們就會把導管裡面送出一個類似像海綿的東西 這個海綿東西會去塞住肝臟腫瘤的血管 主要的血管 你待這個血管被塞住 肝臟腫瘤的供應的血管被塞住 這個腫瘤就沒有血管供應了 這個肝臟腫瘤會怎樣 慢慢的死掉 就沒有血管供應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酸塞的原理 那有時候還會再加一點量 除了加這個止血綿把血管塞住以後 同時再送進去一個化療的藥物 化療的藥物 希望用酸把血管塞住的同時 也用化療藥物去殺死這些肝臟 這就是所謂的血管散塞的原理 但血管散塞還是有些副作用 比如說塞完後病人會肚子痛 發燒 甚至有的病人會有核心瘤吐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 因為肝臟不是只有腫瘤有血管 肝臟本身也有很多的血管 當然有時候血管是供應肝臟腫瘤 也供應了正常的肝 當你把那條血管塞住的時候 當然殺到肝癌 但是也不小心殺到個誰 正常的肝 所以有時候肝功能太差的病人 是不能做肝酸塞的 不能做血管酸塞 另外我剛剛講過是塞止血綿 塞一些化學藥物在裡面 有時候還有一種更新的科技 就直接把那個放射性核種 有點像就是說 把一個小小的原子彈送到這個腫瘤裡面去 然後瞬間它就引爆 引爆的時候就會放出很多的輻射線 這輻射線大概因為它有控制它的一個特性 所以這輻射線大概只會局限在這個腫瘤的範圍 就會把這些腫瘤做所謂的放射線治療 也就是把這肝臟腫瘤做了一個放射線治療 把它這樣 這叫做所謂的同位素質治療 那其實還有人呢 就是直接做體外的放射線治療 所以在肝臟的治療當中 大家常常會聽到說 肝臟怎麼有什麼光子刀 電腦刀 螺旋刀 真光刀 加碼刀 那這些或者是我們的 郭彈銘要設的直指 都可以治療肝臟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肝臟怎麼用這些刀 你不是說不能用手術 那為什麼還可以用什麼刀 這些刀不是真正的刀 它就是放射線治療 不是真正的手術那一把刀 它是用放射線治療的能量 代替醫生的手術的那一把刀 從體外照射進去能量 通常什麼樣的病人 比較適合放射線治療 不適合手術 不適合局部治療 不適合肝酸塞 不適合肝臟移植的病人 或者是有血管清泡 或者是這個腫瘤太大 造成病人的不舒服 我們可以用這些什麼刀的 讓他做放射線治療 緩解肝臟腫瘤的症狀 有些病人比較麻煩 就是他已經擴散了 或者是說他的血管三拆 都是治療失敗的時候 而且他的肝功能還算還好 A和B就是有等級的